日前熊带琳在微博上晒出伪戒照片 又留言重新上路 不经引人猜测 七年恋情难道真逃不过一样的命运吗 没想到第二天 实践男主角郭富城就出席庆功会 不经表现的春风得意 还与张家辉有说有笑 其实我一直都是很低调 在我的一个心 说感情的世界上面 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低调而已 我不想就是说 一直我不谈不说 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我自己的空间 给我自己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缘分的东西是一个 可以说是随缘 对我来说一直都是这样 我说郭天王随缘一词 用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太轻浮了呢 对相恋七年的熊带琳 不谈不说随缘 可是对饱受外界唾骂而泪风的小三狗云慧 却是很关心啊 整件事情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对Christine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是一些不真实的一些报道 然后去好像回了这个女孩子的心欲 心欲 所以我觉得这里 我觉得要去跟她平凡 诚诚这两番发言让大家更搞不懂了 正派女友不想谈绯闻小三忙平反 您这是真想让事件平息 还是嫌不够乱呢 对此小编的评价只有四个字 无力吐槽 有市场地团 一定准备 是真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